今天我来到了龙岩的红色古田 我们要去拜访一位回乡创业的青年 据说他花了400万 装修了家里的老房子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嗨 你好 好漂亮 我一下子就找到了这里 请进 据说你这个装修花了400万是真的吗 是的 我可以带你参观一下 你就知道我钱花在哪里了 好的 我从外面看很好看 这边是我们的中餐厅 后面是一片竹林还有小溪 这是原先就有的是吗 对 你原先的房子就是这里是吧 对 这是我原来建起来自己住的房子 好大 真的很大 这是我们的一个大桌的中餐厅 可以坐20个人 比如您的团队过来 您的亲朋好友过来 我们就可以一桌那边坐 非常的舒适 不错 这是我们的一个KTV 白天工作忙了累了 可以下来KK哥 那我们看一下楼上的房间吧 可以 我们去楼上看一下房间 来走 我们去 这是我们的一个套房 套间是吧 对 都是你自己设计的吗 我们有请一个设计师 但是这是我跟设计师 一起创作的 对 这外面可以看到这个稻田 对 这里好美 那下面那个天幕是你的吗 对 那也是我们的天幕 晚上那边就有活动 有烧烤有露天电影院 我们要不下去看一下 好啊 这是什么原因 让你一下子想要回来 成功从古田开始 我们古田是个比较有特殊 红色意义的地方 人流量自然也不会太少 因为大家从四面八方五五四海来我们古田熏陶红色文化 就是说有看到山鸡有客源 对 然后刚好这边土生土长的古田人 那你一开始预算就是四百万吗 不不不不不 多出来很多 干比喽 一个变压器 然后KTV也是我们的预算之外的 超出了很多预算 好像我听他们说你是干干开业 而且你最早是在银行是吗 对 我原来有在银行工作过六年 我真的是很佩服能够从体字里面跳出来的 我们体字外的就真的很向往体字内的 觉得很安稳 怎么说呢 这就是一座围城 外面的人想进去 里面的人想出去 那你经营到现在 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啊 有没有后悔 目前还没有遇到太大的困难 嗯 乡里乡亲的 大家都互相帮助 古田人民都特别友好 领导也特别友善 非常愿意帮助我们去解决 积极解决这些问题 你问我有没有后悔过 当然也没有 我会后悔 年轻人选择的路就是走下去不后悔 对 时间差不多了 要不然我带你们去吃一下 我妈开了30年的老店的特色菜 哈哈哈哈 不拒绝 走吧 走 这些都是我们当地的特色菜 这是我们的干蒸鸡 它是先用米酒来爆炒以后才来干蒸的 干蒸猪脚 你不要看它白发发的 其实非常有嚼劲 爱叶吧 它的外面就是用艾草制作而成的 开动吧 尝一下 开动了 很想吃这个猪蹄 就刚才 哈哈 哇 这个很香 就是大家来都会点这个是吧 对 大部分游客都说是第一次吃这种类型的猪脚 嗯 甚至很多回头的游客都是冲着我们店铺的猪脚来的 很好吃 然后就是很入味的内容 对 那您先吃 我去我民宿那边忙 嗯 谢谢啊 那祝您游团愉快 嗯 拜拜 拜拜 嗯 我吃的这个鸡呢 是龙岩特有的和田鸡 皮这样子煮出来是脆的 特别香 嗯 咸的 炒了猪肉跟香菇包在这里面 很香 这是我们的朋友哈 就是在旁边看我吃看我描述 然后口水已经到脖子上了 我一直觉得说靠山吃山啊 真的是山里的饭都特别特别的香 如果你们来了龙岩一定要来古田 来了古田你们一定要点这几道菜 很好吃很好吃 一定要来哦